我们家没有一个人是做电影的 我觉得特别光宗耀祖 当众内涵马思纯 一句光宗耀祖出尽了风头 原本以为影后就自己一个 谁知又出来一个马思纯 这大大刺激了周冬宇那高傲的心 当众内涵马思纯出身电影世家 还在马思纯发表获奖感言时 一副不服又嫌弃的表情 仿佛只有自己才够格站在这里 文章很有礼貌地起身祝贺冯小刚获奖 可谁知冯小刚握了一拳 唯独没看见站在正对面的文章 文章惊讶之余 更多的是心寒 无奈 文章高兴地起身 失落地坐下 自己级别不够 只能忍着 陈坤这也是按照级别来的吧 因为妮妮拍了一下肩膀 就一副碰脏了的嫌弃表情 当众不停地拍打自己身上 而当她当众为舒淇淡膝下跪时 怎么不考虑是不是跪脏了 我想杨丽当众摔了粉丝送的平底 肯定是非常嫌弃的吧 作为内涵堂鼎流大明星 还缺这么一个平底编吗 不仅如此 还当众要求热巴说十八国语言 十八国语言 十八国语言 把热巴难为了 五官几乎凝到一起 眼看阳密布松口 热巴如灭了一回 眼看着就要被逼得掉眼泪了 还有孙洪雷 都懒着人家腰了 还不信将书影靠一下肩头吗 好家伙 将书影头还没碰到肩膀 就被孙洪雷的眼神震慑住 赶紧把头抬了起来 咋滴 还只许周冠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了